大家久等了 那今天带给大家的是战胜1 全剧情娱乐流程解说第6集 好肯定很多同学都等着看这个战胜3吧 那我说过战胜1是不会坑掉的 咱们做几期战胜3呢 就回来做一期战胜1 这个叫做劳逸结合啊 那等着看战胜3的同学 十分抱歉 请你们改日再来吧 好上一回是非常非常久远之前的事情了 大家还记得不 好像是这个找到先知 把先知救下来以后呢 他告诉我们要去失魂的沙漠 找这个潘多拉的盒子 然后这里呢 会给一个大镜头 大家不要漏掉旁边有一个很小的宝箱 然后这里有一颗这个石化之眼 那么收集其6颗呢 HP的上限又会涨一段 哎 好像是已经满了吧 HP上限应该是满了 感觉后面已经没有余地了 好 那么过了这个门 右边是有一个红魂宝箱 大家不要漏掉 好 这里写着失魂沙漠 然后走进这个沙漠呢 首当其冲的就是一尊雅典娜雕像 我们走进它触发剧情 Kratos 这里图的前方就是你最终的誓言 但如果你还有一丝拯救雅典的希望 你就必须完成它 先知谈到了潘多拉的盒子 那是真的吗 这个盒子确实是存在的 它是一个凡人能够武装的最强大的武器 那我是不是有这样的武器 就可以打败Aris 只要有这个盒子呢 很多事情都成为了可能 所以它被隐藏的如此之深 除非穿越这片失魂沙漠才能得到 通过这个死亡沙漠呢 确实有一条路 但只有跟随女妖之声 才能发现 你必须要找到那些女妖 Kratos 只有他们才能指引你找到Kronos 那个泰坦 泰坦还活着 Kronos是最后一个泰坦了 这次让他在沙漠里 不永久不停地徘徊 潘多拉的神殿呢 就绑在他背上 除非那些沙暴 吹走泰坦身上的鲜血和骨肉 变明那女妖的歌声 Kratos 你的旅途 从此开始 祈祷你能够 安全地带着潘多拉盒子 回到雅典 跟着女妖的歌声 Kratos 找到 并且 把他们全部摧毁 那么 死亡沙漠的通道 就会出现在你面前 好 这个地方呢 这个沙漠 非常恶心 因为这个 事件比较模糊 而且这片区域又非常大 所以说要多多探索才行 比如说这个地方 就有一个红红宝箱 好 我们尽量沿边走 沿边走 这个 第一个女妖呢 会出现在那个 最终的出口 这个地方 好 走的时候也不要太靠边 有时候就离边 比较近的地方 会有一些宝箱 这片浩瀚无垠的 这个沙漠 其实还是有边的 只不过这个沙漠 确实是比较大 好 这里还有一个红红宝箱 这个不容易错过 所以说给的这个红红比较多 然后位于地图中间的 那些红红宝箱 给的红红就比较少 那你万一漏掉一两个损失 也不是非常大 好 这里还有一个 这个也是隐藏的 好 我们已经听到 女妖的歌声了 就在这个地方 这个 出口处 有一个女妖 好 我们趁她不注意 先去抠刺她一下 这个女妖 她动作比较灵活 所以说 打的时候要经常注意防御 诶 打断我们出招 好 用不了多久 那她就出QTE了 我们把她这个 蓝腰折断 那这个女妖的灵魂呢 就会飘到 那个 失魂沙漠的出口处 在这个门上面 点亮一个灯 然后 然后 亚迪娜说 你走之前呢 必须再找两个这样的女妖 好 我们先 罐子扎一下 老规矩 老规矩 好 这边这个 双色魂宝箱呢 我们就留着 好 这里这个 这个出口处呢 总的来说 在这片沙漠的 中间偏右的地方 那么 我们这次 再沿着右边的边缘 搜索一下 诶 前面好像是不是有什么东西 好 看错了 不吃宝箱 我们先这个 沿边走一圈 在这个 沙漠的右下角呢 还能够找到 一个女妖 好 这里有一个宝箱 诶 听到这个女妖歌声了 大家有没有听到 诶 玩这一关的时候 大家最好是戴耳外 因为可以通过 左右声道来分辨 女妖这个位置 如果说用音箱玩的话 可能会听不清楚 好 这个歌声越来越响呢 说明我们走的方向是对的 诶 好像刚说完这个女妖声音 就越来越轻了 好 感觉应该在左下角 诶 就在这儿 那找到这个女妖呢 她就会刷出两个牛头来干扰 我们不要跟这个牛头做 太多的纠缠 诶 她这个冲击波这么远 这个试魂沙漠里面 打的时候 这个视野也不太好 所以要经常 防御一下 然后翻滚 这个牛头发的这个冲击波 还是比较有威胁的 这个牛头 它是不断会刷的 所以说 这个不要先打牛头 好 只要把这个女妖杀掉呢 牛头就不会再刷了 我们把这两个牛头干掉 补点HP 好 菲特斯说 你最后还有一个女妖要干掉 好 这里两个灯都亮了 还差一个 牛头我们还是老打法 空中抓头 然后这个时候 不要这个 召集三连头 三连头它就死了 我们把他打到地上以后 打两下让他出提示呢 用这个QTE杀掉 可以补点绿魂 好 出提示 赶紧 推倒他 好 那么损失的这个HP呢 就回的差不多 哎 这边是不是还有宝箱 好 好像到头了 那么沿着这个地方 走过去呢 就会再次看到那个 亚迪娜的雕像 我们又回到了入口处 这样我们就转了一圈了 那么最后一个女妖 在什么地方呢 在这个地图中间 偏左上的位置 我们去找一下 这三个女妖 出现地点都是固定的 哎 听到歌声了 哎 就在这片 这个遗迹的地方 在这个遗迹附近呢 有最后一个女妖 哎 声音没了 在什么地方 好像在右边吧 好 看到了 在这个右前方有一个 好 这里还有个宝箱啊 真是意外收获 好 可以看到 他就绕着这个遗迹 在转圈 我们只要跟他绕 绕圈圈 就可以找到了 好 第一下 再给他一下 比较厉害的攻击 这样会比较划算一点 然后他又会照例 召唤出两个牛头 那么牛头 也是不断刷的 所以说不要和牛头 太过纠缠 我们要 主要是要把这个女妖给干掉 好 抓他 那么这个最后一个女妖 也就干掉了 好 死亡沙漠的这个女妖呢 已经被干掉了 那么 这个路呢 也就打开 好 可以看到那个门里面 还有一个存当点 不过我们不着急 先把这个牛头干掉 在空中补死下 他拿出QT的时候呢 哎 用他来毁点这个女魂 好 这个牛头看来是之前 受了不少伤了 已经 好 那么这个神庙呢 在我们的右前方 那这个沙漠呢 可能里面还有一些宝箱 我漏掉了 之前好像看节目 也有不少这个达人 指出我之前漏掉了不少宝箱 我还自以为这个搜刮的比较干净了 那么如果这个地方 还是有漏掉的话 希望各位达人多多指出 好 这个地方跳下去呢 有一个比较恶心的这个机关 这地方有一个向右滚的这个传送带 然后这个阿尔门 我就不多说什么了 非常非常恶心 那打开门以后 里边有一个石头 我们的目的呢 是要把这个石头拖出来 推到最左边 当这个垫脚石 然后跳上去 但是这个时候呢 又会出现杂兵干扰 那我们如果说这个 杀杂兵的时候 不把这个石块 放在边上卡住的话呢 它就会这个被传送带 传送到最右边 被一个这个机关给碾碎 那碾碎问题也不大 这边又会刷一个新的石头出来 不过会浪费不少时间 那我们尽量要用这个机制防御 来防止敌人的干扰 然后反击 打到一个算一个 然后这边剔石头呢 尽量用这个蓄力剔 连中两下 好 趁这个杂兵发愣的时候 赶紧蓄力 把这个石头踢到最左边 然后我们赶紧跳上去 不要跟下面的杂兵过多纠缠 那些杂兵是无限刷的 我们只要把石头踢过来就行了 这个门好像比刚才那个容易一点 好 这边有两幅画 这个我就没给大家看 左边那幅画的是这个波赛东 宙斯和哈迪斯 然后右边画的呢 就是这个背着神庙的克罗诺斯 不过这个地方可能是这个剧情有一点bug吧 他说这个克罗诺斯是最后一个泰坦了 那实际上并非如此 我们知道这个战神二里面这个泰坦有一大堆呢 只不过是被罚顶天啊 或者说是关在地牢里面啊这样 估计战神一这个游戏设计的时候还没想这么久远 所以说这个地方剧情有点出入 好刚才吹了一个号角呢 就打开一条路 然后到这里来有第二个号角 但是这个克罗诺斯走到这个地方呢 突然刮起一阵这个沙尘暴 然后变戏法一样这个号角就没了 然后这边取而代之的是这个三个女妖 面目可震 好这边这场战斗还是比较恶心的 这个女妖动作比较灵活 然后经常会发那些光剑来干扰你 还会这个用那个口臭把你吸过去 然后他们虽然说是HP不多 但是干掉一个又会刷一个 总共我也没数过吧 大概总有个十来个 可能有十个 不知道可能至少有个七八个吧 好有这个Q记忆提示的时候呢 就不要手软赶紧上去抓 好这个人就直接干掉了 那也无所谓 这些女妖她们死的时候会掉的是这个蓝魂 所以说这个地方可以适当用一下这个魔力 比如说比较强大的这个波赛冬之怒 诶 抓错了 这个女妖一般要两次Q记忆才能干掉 第一次是像刚才这样的 这个把她头在地板上磕几下 然后再打着打着就会出现这个终结的QT 好可以看到掉了三颗蓝魂 还被她吸过去要赶紧翻滚 要时刻保持这个灵活的 诶 他们还误伤 时刻保持这个灵活的走位 然后多用用翻滚和R1 诶 这招很明显是出错招了 这个按住L防御以后 如果说你要反击 这个L还没有放掉 就按方块的话 就会用出刚才那招旋转的攻击 这招攻击这个其实是比较弱的 一般是不会主动用的 除非在一些特殊情况 游戏当中看到出这招基本都是按错的 好 来 给你来个痛快的 好 这边你看又刷出一个 不过我估计这是最后一个了吧 刚才追打打得非常爽 诶 死了 这边又刷出一个 那看来这个才是最后一个 可以看到现在场上只有两个女药了 好 那个出骑士了 上去抓 好 用这个 第二段的那个 就是 第一次的QTE呢 可以回两颗绿魂 然后最后杀掉他的QTE可以回三颗蓝魂 但如果说是直接杀掉的话 只能回一颗蓝魂了 哎 两颗 好 看来是这个随机的吧 反正就是用QTE杀掉的话 魂给给的多一点 好 这边两颗绿魂 好 那么最后一个女药干掉呢 这边这个封印也就解除 然后这个号角呢又会回来 好 那么我们过去吹响这个号角 好 那么这边吹响号角以后呢 就可以看到这个远处 克罗诺斯背着这个潘多拉的神庙呢 就向我们走来 克罗诺斯最后也是最强的泰坦 出现在沙漠的封城之中 在他背上呢 就是潘多拉的神庙 等着克罗诺斯 他是如此的巨大 期待着挑战那些试图 寻找众神财宝的人们 可以看到这个克罗诺斯 长得又大又丑 好 克罗诺斯跟他相比 真是非常渺小啊 诶 他像地虎一样就吸住了 这个也太假了 在那光溜溜的墙壁上 你怎么吸住的 你好歹也用那个刀插一下嘛 对吧 好 这种 宏伟的镜头呢 是战神的特色 一连三天 克罗诺斯都在 凹凸不平的山路上前进 他知道 他要么就找到 潘多拉的盒子 要么就在这个 被诅咒的神庙当中腐烂 永远回不到人世 老鹰着眼睛的这个镜头 也是老传统 好 克罗诺斯终于是 爬上了这个平台 不过我们还没有 进入潘多拉的神庙 好 那么我们继续前进 这里这个存档点 那就无视 这边写着这个潘多拉的神庙 好 我们继续前进呢 这个镜头又拉远了 非常宏伟 非常气派 然后走到这边呢 可以看到有一个 这个焚尸人 在烧尸体 好 我们目的就是要找他 不过往右边走呢 是上不去的 我们要往左边走 绕一大圈才能找到他 沿着这个路 诶 这边好像有个门 能打开吧 好 好像打不开 那我们继续前进 刚才上边的这些 蓝魂绿魂的宝箱呢 就暂时留着 一会儿还有这个 比较恶心的战斗 好 我们把这个机关 给他拉出来 好 然后这边跳上去呢 就会触发剧情 这个焚尸人呢就走了过来 那么你认为你能够 征服这座众神的庙宇吗 你知道 从来没有人成功过 这些鸟人呢 迟早会把你身体的残骸带回来 让我来烧 众神把潘多拉的盒子藏在这里 就是为了确保 没有任何凡人 能够得到这股力量 但是年复一年 我为数不胜数的勇士 打开了神殿的大门 但又把这个数不清的尸体烧掉了 如果我是你的话 我现在就会走 但是我知道你肯定已经下定决心了吧 非常好 这个残疾人 长得也是比较挫 好 这边他扔了一个石头 扔了一个头骨上去呢 就让那两个女妖把门打开 他说愿众神赐予你力量 克服前面的这些重重困难 祝你好运 四八大人 好 这边呢 我们这个门打开以后 需要回复的可以开这个左上角的这个双色宝箱 开一下 要不然你再开的话就要绕一大圈上来 然后下面还有两个双色宝箱 这个三个宝箱呢 就是为了这场战斗 这个怪物好像又是新的怪物 总的来说 攻击方式和那个巨人怪物差不多 但是这次穿了盔甲 然后拿着这根棍子呢 好像范围又广一点 好 我们对付他们的战术呢 就是这个hit and run 打了就跑 前面招式挥弓 然后让最后一下揍了他 这个伤害是非常客观的 比那个方方三角攻势力要大 好 没此下就出提示了 我上去这个QTE一下 好 这个地方呢 这个QTE非常非常恶心 这个怪物呢 QTE 哎 当天他的冲撞 这个怪物的QTE只有三下 但是第三下特别难躲 第三下那个时间他非常紧 一出来马上就要按 稍稍慢一点呢就会被他踩到 所以说这个 如果说像我这样反应比较慢呢 就直接这个 用一般招式干掉他 也不会损失很多魂 好 这下打到两个 好 听到这个声音了 是有一个出提示了吧 我靠 自然抓不到 靠 两个都出提示 好吧 我们再来一次 我就不信 好 总算是成功了 就是这样一招 好 用这个QTE干掉的话 是三颗绿魂 好 那我们用普通招式干掉一下 这个实在是太恶心了 这个QTE 好 可以看到魂还是非常多的 而且还掉了蓝魂 那么我们现在又是满血版状态 好 我们走上这个长长的阶梯 然后这边有这个宝箱 右边呢 这个是凤凰羽毛 然后中间这个是双色宝箱 我们就无视了 左边这边呢 是一个红魂 当然也有人捡到的是这个石化之眼 这个东西战神也是有这样一个传统 就是说实际上你这个血槽和魔法槽 上升到最顶端 所需要的这个眼睛和羽毛呢 比实际上游戏当中捡到的要少 也就是说实际上游戏里捡到的会多一点 那就是为了防止你有些漏掉了 后面给你补障 但是如果你之前没有漏掉的话呢 这个后面这些宝箱呢 都会变成红魂 也不亏啊 也不亏 所以说之前如果说这个 按照我的这个流程 漏掉一些宝箱问题也不大 只要不要漏掉太多 后面基本上是能够补满的 HP和这个魔法槽都是会 无满 我们优先解决这些爆炸弓箭手 比较恶心 然后这种敌人呢还是老战术 这个 用这个投资 先把这个敌人拿来甩一下 抓 抓来以后按住跳上去 再接一个投资 好 这个人死了 也可以空中给他追击 好 反正只要敌人辣单 他就变得非常水了 非常非常简单 那敌人一多这个 对付起来就比较棘手 好 这边其实我们去调查一下那本书 不过好像不调查问题也不大了 他说这个书上写着 这个神庙呢 是为了纪念主神宙斯所建造 只有那些最勇敢的英雄 才能够解决里面的谜题 并且存活下来 然后这个人呢 就能获得无穷无尽的力量 而所有其他人呢 等着他们呢 只有死亡 然后这个谁写的呢 是这个神庙的主建筑师写的 这人叫什么名字 这个念不来 好像是屁开头的一个什么 好 这边去调查一下这个门呢 这个上面的那些字符就会点亮 然后这个门就会打开 好 这边进去呢 是这个叫做潘多拉的环形走廊 这样一个地方 那我们总算是得以进入 潘多拉神庙的内部 哎 这地方这个门 我们走进去 现在目前这一圈走廊 就只有这一个入口 其他地方都没有门 然后这个机关呢 耐心一点 应该是没有难度的 好 这边我们这个赶紧游过去 这边有一些非常恶心的这个爆炸弓箭手 我们赶紧防一下 还可以看到他地上那只爆炸箭 他还爆了一下 还打断我们的头计了 非常恶心 所以爆炸弓箭手要第一时间解决 好 在他们HP都比较薄 好 OK 都解决 那么左边这个双色宝箱呢就留着 然后我们先到中间来掰一下这个开关 好 这里降下来一个摇霸 哎 这个摇霸是潘多拉这个环形走廊的核心机关 非常非常神奇 我们下一集就会看到了 好 这里提示这个开关 不过我们现在还用不着 好 那我们这个半个小时请得到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个地方 各位同学我们下一期再见